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会怎么做呢 拿起来扔紧垃圾桶 对吧 当我们确认说我们剩下的那一盒草莓都是完好的时候 我们就会进入下一道工序给它进行清洗 接下来当然就是好好地去品尝这一盒草莓 那么大家看这整一个流程 就是我们一个非常经典的分选流程 或者说是一个有序分类的过程 分类是为了什么 为了更好的去分门别类的处理 比方说坏的咱们就扔了 好的咱们就吃了 对吧 所以在这个例子里边 分选给到我们的附加价值是什么呢 更好的去品尝一个果实 那么当我们在各行各业 当我们在各种场景里边更多的需要分选的时候 设备就会应运而生 所以我们来看说目前世界上分选 它的应用方案分为三大类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农副产品这一类 农副产品里边分选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呢 对产品进行分籍 当我们的生活质量越来越好 当我们吃东西不光光再是为了吃饱的时候 分选就可以把我们的产品进行分籍 当更多的人愿意用为优质去买单的时候 分选能带来的价值也会越来越高 那么第二类是什么呢 环保物资回收领域 这一个领域的被分选物 很大概念上是我们平常在说的所谓废弃物 但我们也有一句话叫做变废为保 怎么做到变废为保呢 我们可以把这些废弃物分门别类去分类 分类之后我们可以做分类回收 这时候它的价值就能体现出来了 其实在全世界范围内 环保物资回收的分选的应用是最强烈的 它的销售额也是最高的 但是在中国它一直屈居第三 因为我们总共只分了三类 对吧 所以它在设备的应用是居末的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有一类行业叫做拾荒者 咱们国家有将近600万的拾荒者 光在北京这个数字就有15万 所以其实从另一个侧面我们可以看到说 环保物资回收这个领域可以创造多大的价值 因为有这么多的人甚至以此作为主要的行业 作为一份职业来养家糊口 但是这当然也带有一定的时代的局限性 随着我们的技术的发展 随着我们时代的进步 随着我们对择业的要求越来越高 这个行业其实是必然会被淘汰的 这时候我们对设备的需求就会更进一步 所以我们有道理 有理由认为说 这个行业对设备的需求处在一个酝酿期 它即将迎来一个爆发期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 在国内对分选这个设备需求量最大的工业领域 那么刚才我们前面的老师也有已经提到分减这个概念 其实分选是在这个基础上 或者说更基础的一部应用 大量的它具有上量这么一个规模 分选我们一般会用在工业的哪些领域呢 主要有两大领域 第一是在它的成品检测 无论我们设计的多么精妙的一条生产线 总有一定的概率最后是会出次品的 所以在我们的设备大量 或者产品大量出厂之前 我们需要做一个分选 把次品选出去 只让优质品出厂 那么另一个环节是在什么呢 工业生产的最前端 所以大家可以看啊 分选在这儿占了一头一尾 它的头端是什么呢 工业物料的分选 我们对物料的需求量 其实每天非常大量地在循环着 那么分选能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 让合格的 有效的 能更高提高生产效率的原料 才进入我的生产流程 这边呢我们接下来即将仔细去探讨的 一个矿业的分选就属于这个领域 在我们进入矿业分选的分析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组数字 有时候我们说市场是检验一个需求 或者一个设备是不是真的被需要的 一个很好的风向标 可以看在过去的十年 分选市场在全球 每年以将近10%的增长率稳步在提升 这对于一个重型设备 或者重型的大工业设备而言 是一个非常良性 甚至说非常完美的增长率 而这里还需要关注一组数字 就是我国的分选设备的应用量 我国分选设备的销售额 每年占全世界总量的8% 然后我们再来回忆一下 刚才说的分选设备 大量应用于哪些领域 农业 工业 环保物资回收 大家再想象一下 我国的这些领域的体量 和8%这个数字是否真的匹配 这种不匹配来源于两个方面 第一 我们设备的应用量 第二 我们应用的这些设备的先进性 因为很多时候先进性是跟售价挂钩的 所以说到这儿我们其实要聊一个话题 这么长时间我们在聊一个什么 什么是分选 什么是分选设备 但是刚才我们也说了 今天我们想讲的是智能分选设备 那么智能和分选这两者是如何有机地结合起来的 有时候一个设备它是否智能 也就关系到它是否是一个先进性的一个重要的评判 让我们简单来看一下 非智能类的分选设备 我们经常用到的一些非智能类的分选设备 包括哪些呢 风选 水选 磁选等等等等 这些有一个很好归纳的特性 就是它是利用物体本身最基础的一些属性去做分选 这里我们说的普通分选设备 简单分选设备 并不是说它的效果不行 只是针对相比较我的智能设备而言 它是基础款 普通款 这里可能有一个小段子 在座的各位可能以前也听说过 说的是什么呢 一个工厂它生产的是什么 肥皂 然后它的产线上经常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肥皂盒出厂之前 它里面没有装载进去肥皂 导致出来的是一些空壳 于是厂子里面就非常焦虑这件事情 怎么办呢 他们请了一个非常豪华的设计团队 工程师做了一系列的调研 一系列的设计 生产出一套非常完备的检测设备 再配上我们先进的机器执行手 一旦检测到说我这个盒子是空的 我就给它抓了 扔了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 在运行过程中呢 一直效果不尽如人意 然后产线上的工人实在看不下去了 买了一个大风扇 对吧 对着这个产线一顿地吹 然后你没有装载肥皂的那些盒子 就很轻易地被吹走了 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利用风能 或者说我们所说的风选 非常管用吧 它虽然简单 但很管用 对不对 但是我们再进一步往前去提升我们的需求 当我们的要求不再只是剪出去空肥皂盒 而是要求肥皂盒里边装载的肥皂 大小都是统一的 没有一个过大 没有一个过小 当我们要求这个不可适的肥皂盒里 装载进去的只是肥皂 没有一不小心放进去一枚铁钉 相信作为消费者 我们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事情 对吧 拆开一盒肥皂里面还送你一个铁钉 所以这时候你用风选 就完全没法满足这些需求了 这时候你需要的就是一个智能风选设备 那么何谓智能 其实刚才好几位老师都一直谈了 工业机器人 AI技术 这一些都是给机器一些智能化的手段 那么我们再去想 刚才那个很简单的小例子啊 洗草莓 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有一步很关键很关键 我们有人脑 我们会去判断说我看到的这个草莓 我捏到的这个草莓 它到底是不是坏的 所以智能设备它最关键的一步就是 将会激起一个思考的过程 要让它知道它所分选的这个对象 是否是符合要求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想讲的这一个矿石分选领域 智能设备是如何为它来服务的 对于矿山可能说离大家的日常生活都比较远一点 所以像我国的所有的矿山 我们分为重金属矿 非金属矿 以及煤矿等等等等 我们这边呢就先拿其中一个例子 重金属矿来做个举例 那么重金属矿 其实我们在这些矿企获得效益的方法是什么样子呢 我这有座矿山 我们经常拿家里有矿来打去那些有钱人 对吧 这是实实在在的 这有座矿山 然后我对它进行了开采 拿到了各种大小不一的矿石 小的可能跟咱们路边的石头差不多 大的呢会更夸张一点 然后拿到矿石之后 这一部分是目前还没有形成价值 它要获得价值是什么呢 把这些石头里面的金属提取出来 如何做到这一步 它需要有一个很复杂的流程 把这些石头磨成面粉那么细 一旦磨到那么细之后 金属和里面的碳酸钙之类的成分呢 就可以做一个物理的解离 解离之后 你才有办法把金属提取出来 对吧 那么这整个流程 耗费的是大量的成本 这里包括水啊 电啊 人工啊 等等等等 这里的成本是多少呢 我们实地走访过国内两三百座的矿山 得出了一个数字 在重金属矿 这个金钱大概是八十到两百六 我们可以取一个简单的中位数啊 先放一个一百五在这儿 大概就是一百五左右一吨矿的成本 那么我们处理了这么多的矿石 最终是为了得到金属 我们能得到多少金属呢 再来看一组数据 以现 我国其实是世界最大的污矿的储备国 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污矿在中国 那么污矿 比方说我处理一吨矿石最终能得到多少污 这个数字大家可能说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四十 告诉大家一个数字 百分之零点四 这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我辛辛苦苦地踩了磨了 选了一百吨矿石 不考虑任何一个环节的损耗 我最多能得到四百公斤污 这个矿如果是零点四这样子一个含量 在污矿领域属于负矿 还有好多好多的矿 甚至连四百公斤都达不到 是不是瞬间觉得这个过程好哀怨 我磨了九十九点六吨的废矿 来得到你这四百公斤的污 所以从古至今 自从有了矿业这个领域 从业者其实一直在思考 我怎么能得到更多的价值呢 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我要这一百吨矿 我现在就知道其中的五十吨 含有其中三百八十公斤的污 那剩下的五十吨扔了就扔了吧 我就不去处理了 对不对 我一半的成本就省下来了 那么思路有了 接下来就是解决方案了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那没有办法呀 大家也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 用手选呗 人眼 手 是最简单的原始工具 对吧 我们去看 去选 但是这时候 大家又会发现 矿石是个立体状的 就跟咱们路边一块小石头 它是不是矿石 凭我们的眼睛去看 其实是完全看不出来的 但当然也有一些矿 有一些表面特征 这是为什么首选这个工艺 或者说这个手艺 从几个世纪前 到2019年的中国矿山 它依然会存在 大家千万不要怀疑 这就是我国现在大部分矿业 在有分选的矿业里边的工业化程度 用首选 大量的女工去首选 那么当有些矿商就去思考说 这个方案实在是不行啊 他们开始选用一些简单的 或者我们刚才提到的叫 非智能化的分选设备 比方说用水 水是一种很古老的物质物 我们一直会想到很多东西 可以利用水去做 最典型的应用在哪 在煤矿 煤矿里边 其实我们开采出来的原煤 有品质高的 有品质低的 它们对水的浮力都不一样 既然我发现它对水的浮力不一样 那我很简单地解决方案 把所有的煤都倒进水池里 把浮力高的捞出来 烘干 这就是我们平常市面上 在卖的好煤 但大家想象一下这个过程 对环境的污染 或者造成的损害 是多么的致命 另外再想象一下我国哪里产煤 山西 山西缺什么 缺水 所以这种方案 无疑是一种引着止渴的方案 那么再往前一步 就是我们的光电选框 或者说用一些光 基于光电的智能设备去选框 目前我国最先进的 或者说最常规在应用的 就是基于可见光的一些智能设备 但这就回到了刚才那个大话题 可见光更多在模拟人眼 很多时候连人眼都看不出来的 我们现在的智能化设备 说实在的 还没有办法赶超我人眼的感知 所以这一条方案 又基本上处于被否决的状态 那么既然这个行业如此的需要智能设备 但是我们现在又没有好的解决方案 总会有人去想一些办法说 该怎么办呢 来看一下 这边其实只是一个简单的介绍说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动力 需要去研发这一类的智能设备 用在矿山 首先来说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我如果能够减少 比方说50吨的原矿 进入我的后续的流程 我能省一半的成本 真省成本 另外一方面 刚才我们也提到 无论是什么样的矿 最终为了得到金属 它必须进行一步叫浮选的动作 浮选是什么 各种化学设计改变你的福利 那最后排出来的 我不知道大家以前家里有没有 自家盖过房子 见没见过水泥 它最终排出来的 是有点类似水泥的那种泥浆物 虽然国家现在严格管控它排放 但是我矿汽每天都在产生 它必然需要排放 对吧 你去堵是堵不住的 那只能从源头上 去减少这种排放的量 所以用了这样的智能设备 就可以从源头上 减少进入浮选池的量 节省成本 保护环境 所以这是对于矿山 对这种智能分选设备的迫切需求 那么需求在了 我们看如何能去满足这个需求呢 可以看现在的智能分选设备的解决方案 首先它的最前端 基于的是一个X光的技术 可能对于X光 大家最常能见到的应用 地铁安检 或者不小心摔了一跤 手骨折了 我们去医院拍个X光片 对吧 这都是利用了它两大特性 第一穿透 第二物质特异 目前在整个自然界 我们还没有发现哪一种物质 对X光的反应是一模一样的 它都具有本身的一个特异性 那么有了前端的感应装置 配上中端的智能判定装置 加上后端的执行装置 这就是一台全自动的智能分选机构 结合着原理图 可能能把这个过程说得更明白一点 其实说白了 客户不关心你用什么样的方案去解决 矿山它只要的就是说 你满足我的要求就行 那么对于客户来说 或者说对于我们矿山行业来说 它的要求是什么 首先高进度 还是举咱们刚才那个100吨矿 400公斤屋的例子 对于矿山来说 它要的是你可能分选出去 50公斤 60公斤 70公斤 越多越好的费时 它不用进入后续流程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你不能损耗污 或者说你不能损耗一定程度以上的污 比方说你分选出去了50公斤 费时 好你可以省一半的成本了 但这个过程中 你浪费了300公斤的污 这比买卖是不是相当不划算 所以对于一个设备而言 如何去满足客户这个高精度的要求呢 依然从三个环节来掌控 第一 前端的信号系统必须高精度 或者说我们的信号对于整块矿石内部的结构 任何细微的结构变化都要能够踩得到 第二 识别系统必须高精度 那么细微的信号踩出来之后 我们的这套智能识别系统能不能实时地捕捉住 要一个要针对性 第二要实时 第三 执行机构 执行机构要求的精准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最终的分离机构是在一个飞行路径上 石头是离开皮带的一个飞行路径 这时候就要求我们的执行机构不早不晚 不偏不倚 就将将能够处理到这特定的一块矿石 只有这三者有机的结合才能实现我分选设备的一个高精度 好 高精度有了 那么客户关心的第二个指标是什么呢 高产量 其实这个也很好理解 产量关心的说 我需要买多少台设备来完成啊 你如果产量太低 我排开一溜都完不成我一天的生产任务 岂不是很尴尬 所以高产量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选择比较fancy的比方说 机械手啊 这家各种的机械执行机构 而是用了一个相对比较传统的气喷结构来做这件事情 目前我们所有的气喷结构 单个的控制和执行之间都在压毫秒的级别 这样子的一个反应速度 可以完美地支撑说我的皮带 运着我的矿石物料 以四米每秒的速度往前飞奔 这样我的精度有了 速度有了 那么用一个实际的案例来看一下 这样子一台设备 可以为矿山真正带来多大的经济价值 这是中国五矿旗下的一家踢矿厂 在上我们的设备之前 这是一家典型的手工选厂 可以看啊 之前他们有108位首选女工 而他们每天选出去的费时 尾矿的品位大概在0.35 上了我们的设备之后 尾矿品位大概一直在0.1以下 可能各位有点不大理解说 0.25而已 你值得拿出来说吗 但大家要考虑一个积累的效应 它一天才700吨矿 一年工作305天 一吨屋一吨梯四万五 这样子的一个整个累积之后 一年的效益就是1500万 同时上了我们的设备之后 目前只保留了四位女工 这四位女工用来做设备的巡检 又是500万人工费的节省 整整2000万的效益放在这 正是由于说这一类智能的分选设备 能为矿山这样子一个古老的行业 带来如此大的经济价值 所以即使是在这么一个传统而又保守的行业 对于这么一个去年才新兴出来的 国内的一种分选设备 他们有这么大的接受的热情 跟去年一年就完成了13台设备的装机 有时候我们会说 人都需要有些梦想 对吧 没有梦想又跟咸鱼有什么差别 所以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团队 我们的梦想其实很简单 用我们的设备 用我们的技术 去完成对这个世界一个更为有序的分学 只要让这种有序 去为我们的客户创造更多的价值 使得说我们现在这样子 一个8%的设备使用量 能有一个质的突破 让我们对于传统的工业 农业 物资环保的回收领域的工业化进程 能够留下一点点属于我们团队自己的痕迹 谢谢大家 我是来自北京霍里斯特的佟小蕾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